花莲市在全国疫苗施打数上排名第四 但是偏远地区长者在第二阶段6月21号23号 根据了解寿风地区因施打人数有652人 实际施打只有118人不到两成的施打率 对于地方防疫目标还有一段距离 目前花莲广设疫苗施打站在第一二波的施打疫苗对象 都是以年长者为优先对象 施打AZ疫苗却让偏乡地区年长者有点却步 都生怕血栓情况发生 不过也有年长者认为等了一年的疫苗 当然必须要来施打 才能够让自己对病毒的感染机会有所保护 应该没什么恶定 我从来没有 我很少很少 所以你还是建议他打 建议他打 而且他身体没有什么太大的状况 对大家也比较放心 为什么会觉得打会比较安全 这个病情都不一定啊 会不会感染啊 所以会那个 所以今天就享受来打 对 你说这个 打针啊 等那么久啊 对啊 而在这一波的疫苗施打当中 有些年长者都是独居 身体状况也比较弱 所以在AZ疫苗的施打上 也就较多的考虑 不过要让花莲地区全体免疫 还是必须让年长者有较好的疫苗选择 或许才能够达到接种的目标人数 而解封的日子才能够到来 记者林杰 受风箱采访报道